自从拜登上任以来 有一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而且一有别的新闻 马上就会被压过去 迟迟都得不到解决 那就是我们的边境危机 受到这个最大威胁的 当然就是住在边境的人民 还有边境的执法人员 德州的边境执法人员 为了阻拦非法移民 不要进到美国境内来 真的是用了各种各样温柔的手段 来制止他们 什么把警车停一排 党在边境他们也干过 骑马来阻挡非法移民 他们也干过 结果骑马的时候 挥舞江绳的照片被拍下来 左派居然拿着这个照片 在新闻上面大做文章 说我们一下就恢复到了奴隶时代 这可是现代的白人至上 挥舞着鞭子打击外来移民 德州政府在这个期间 一直向联邦政府请求帮忙 但是联邦政府就是不帮 德州就只能够加班加点的继续用州的经费 把川普当时没有修完的边境墙工程继续做完 那么住在边境的市民也没有少受到惊吓 非法移民跑进来 散播大量的新冠病毒 跑到社区中去强奸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还有儿童性侵案的犯罪 农民早上一起床 在自家果园里面发现非法移民的尸体 就这种事也能发现 边境的开放还带来了大量的毒品交易 以及人口贩卖等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但是拜登政府不仅对这些视而不见 而且还宣布在5月23号要取消Title 42 这个Title 42是专门限制美墨边境疫情期间移民政策的一个条例 是川普总统颁布的 那么如果要是取消的话 边境的非法移民就会从每天3万个到6万个 一下增长到每天18万个 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 于是德州州长Greg Abbott为了抗议拜登的不作为 为了抗议联邦政策一直都不来解决边境危机的问题 上周他宣布要把在德州境内抓到的非法移民 用大巴车都送到华盛顿特区去 你民主党不是包容有爱心吗 你不是敞开国门 欢迎全世界各地来的非法移民吗 那既然你们喜欢 我们也配合 在非法移民自愿的前提下 德州就提供了大巴车 上车下车直接到达美国的政治中心 很多人以为Greg Abbott在这说笑话呢 他就是想要博眼球 但是在昨天 满载非法移民的大巴车 就停在了距离华盛顿国会大厦 仅仅几条街之外的地点 车上的非法移民都是从哥伦比亚 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来到美国的 从德克萨斯的Del Real地区入境的 大巴到了华盛顿特区之后 每个人的手腕上还都带着一个条形码 有专人给他们做好登记之后 他们就自由离开了 A bus from Texas has arrived this morning transporting dozens of illegal immigrants as part of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s new plan to counter fed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an ongoing border crisis Abbott announced just last week that he was directing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transport migrants released from federal custody in Texas to the nation's capital and other locations outside his state The bus pulled up at approximately 8 a.m. just blocks away from the U.S. capital Fox News has learned that they come from the Del Rio sector in Texas after coming in to the U.S. from Columbia, Cuba and Venezuela Upon the bus's arrival in D.C. Individuals disembarked one by one except for family units who exited together They checked in with officials and had wristbands They were wearing cutoff Before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could go 这不是挺好的吗 来到国家的首都转一转看一看 民主党也应该非常开心吧 他们一直强调非法移民的人权 在这个时候 人权得到了光荣的高举 现在是他们的机会了 他们可以马上行动 去关怀关爱这些非法移民的弟兄姐妹啊 他们可以去给他们安排住宿 找工作 帮助他们的生活呀 在白宫记者会上 记者就问到了白宫的发言人 Jane Saki说 你们会帮助这些非法移民吗 你们会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吗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it's pretty clear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His own office admits that a migrant would need to voluntarily be transported And they can't compel them to Because again Inforcement of our country's immigration laws Live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t a state Washington DC Well listen I don't know But I know that the governor of Texas Or any state Does not have the legal authority To compel anyone To get on a bus 左派真的是很奇怪 德州州长做出了这样的壮举 然后他就说 这是他的政治宣传噱头 在这么明显的边境安全的问题上 左派可以一直的胡说八道 可以一直用人权来当借口 释放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到美国来 左派和右派总是坚持着非常明显不同的两个立场 不仅仅是说在保护边境安全的问题上 在堕胎的方面也是双方一直争执不休的话题 在马里兰州发生了一件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惊讶 非常非常难过 非常非常失望的事情 马里兰州的众议院出台了一个937号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堕胎护理权利法 这个法案扩大了可以做堕胎手术的人的范围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些做过堕胎手术的 拥有专业堕胎执照的医生可以去给人堕胎 如果你是有证件的护士医师助理或者你是助产士 都可以主刀来做堕胎手术 那可想而知 这个法案的出台就是会让堕胎更加的方便 有更多的人一下就拥有了资格去为别人开刀做堕胎手术 而且会有更多无辜的婴儿死去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这也让手术变得更加的不安全 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 但是我听很多生过孩子的人说 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 不管怎么样 流产手术都是非常危险 而且非常伤害身体的 政府可以批准叫护士 医师助理还有助产士 去做这么危险的手术吗 这样不仅仅是会失去一个幼小的婴儿的生命 如果有一个闪失 连大人都会面临死亡的风险 那么面对这样的提案 共和党州长Larry Hogan用他的否决权否决掉了 但是就在上个周末 马里兰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起集聚力量 众议院用90票对46票 参议院用29票对15票的结果 投票推翻了州长的决定 来证明他们希望这样的法律在马里兰州实施 现在这个法案即将在7月1号就要开始生效了 虽然州长Larry是共和党人 但是马里兰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 所以他们可以用三分之二的票数来否决州长的否决权 这样的法案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 不管是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士 住产室还有医生助理 还是那些躺在手术台上要杀死自己小孩的母亲 这些要堕胎的人不仅承受着自己会失去孩子的痛苦 而且自己也要冒着生命危险 可能会面临医疗并发症甚至是死亡 但是马里兰州的立法者们认为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完全保护了女性的生殖权 所以他们以正义之资高票的推翻了州长的决定 但是反观俄克拉荷马州 俄克拉荷马州的州长在周二签署了一个州的立法 规定在州内进行堕胎是重罪 这是参议院的第612号法案 法案规定除非是威胁到了孕妇的生命 在医疗紧急情况下需要挽救孕妇的生命 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故意的进行或者是试图进行堕胎 任何犯罪的人都会被处以10万美元以内的罚款 或者是10年以内的监禁 这个法案的作者就是共和党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 内森·当 他为什么要立这样一个法呢 为什么一定要保护生命呢 因为独立宣言指出 我们的权力是来自于我们的创造者 其中也包括了生命权 政府的设立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些权利 没有人能够故意的夺走任何无辜的生命 这样一个法案可以保护对那些没有出生的婴儿的谋杀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生命当作生命 科罗拉多州的州长签署了一项堕胎法案 将堕胎纳入了法律 这个法律叫做生殖健康公平法 在这个法律里面植入并且承认了一个概念 就是胎儿在出生之前没有人权 这个法律规定根据本周的法律 受精卵胚胎或者是胎儿不具有任何的独立或者衍生的权利 也就是说 他把受精卵胎儿和胚胎不是人这样的一个概念立法了 那既然他不是人你当然就可以接受像是任何的医疗方式一样去切除他 比如说我长了六根手指 多出来的那一根是畸形的 是不正常的 是没有任何功能的 所以我要去做手术 把这根手指切掉 再比如说我的蓝尾发炎了 那那一块发炎的蓝尾 我可以把它切掉 因为它对我造成了影响啊 它对我造成了干预啊 堕胎也是一样 他认为胎儿和那个多余的畸形手指还有发炎的蓝尾一样 反正就是一块我不想要的肉 而且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了 我就可以去医院把它切掉 但是不管是畸形的手指还是发炎的蓝尾 他们都没有办法长大成人 手指不会长成一个会说话会学习有思想的大手指 蓝尾也不会长成一个能独立能行走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大蓝尾 当人不愿意承认其他人的生命也是生命的时候 当人认为某一部分的人的声音不需要被听到 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生存权利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最可怕的开始 而更可怕的是 这些人不仅仅是要让自己有这种想法 而且他们还要把这样的想法交给他们的孩子 教导他们的孩子一定要坚持升职权利的重要性 一位一直强烈支持堕胎的活动家 Renny Bracey Sherman的一条推文在网上疯传 推文上面有附了一张照片 是两个孩子在床上睡着了 她的手中举着一本儿童读物 叫做什么叫堕胎 她在这则推文上面写道 这本书是我们家这个礼拜家庭一起出去旅行 都在读的睡前故事 我的侄女好喜欢这本书 每天晚上都给她的小妹妹读 我们的家庭是由堕胎 领养和养育决定建立起来的 我们爱我们的家庭 她的家庭如果是由堕胎建立起来的 那她为什么还在这里 她为什么还能有孩子 堕胎能建立家庭吗 堕胎不能建立家庭 堕胎只能摧毁家庭 而且是用最可怕的方式 把人碎尸万段的方式来摧毁家庭 有哪一个母亲忍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呢 有哪一个母亲宁愿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可能术后感染的风险 也要去把自己的孩子头骨夹碎肢解 用这种方式来换来自己所谓的自由呢 我们的社会到底到了多么病态的程度 这些支持堕胎的女权主义者 不光自己要支持堕胎 还要洗脑自己的小孩也要支持 还要把杀人流血的罪恶 当成是睡前故事讲给孩子听 这真的是太恶心了 从创世到现在 有哪一个世代是把杀人当作这么正常理所应当的事吗 有哪一个世代是把杀人当作这么有正义感的事吗 有哪一个世代是把杀人包装成了为了女性争取权利吗 为什么要给这样赤裸裸的杀戮包上一层堂衣呢 因为就算这些支持堕胎的人 他们其实也都没有办法面对 这就是杀人 不是吗 求神怜悯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共和党的州 在这个时候纷纷的立法来阻止杀婴儿的行为 希望他们的立法不仅仅是阻止了这些人去堕胎 而更是能够唤醒他们心中的良心 那一个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刻在我们心板上面的律法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 这些在肚子里面还不会睁眼看 也不会喊救命的人 同样都是上帝最爱的人 神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丰盛的命定 如果当该有人杀死 阻拦神的祝福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而且要杀鹰献祭给撒旦 那么他们就是在与神为敌 愿他们悔改 在耶稣受难日以及荣耀的复活节即将到来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思考生命的宝贵 以及神对我们每个人无私献上的大爱 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 得永生的恩典 也让我们继续为留无辜人写的罪来认罪悔改 求神的赦免 这是一场持久的战役 也是为了神的缘故 必须要坚持到底的战役 不管如何 我们都要身体力行的一起与神来同工 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耶稣 认识神的律法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愿神祝福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